哎呦 開槍 監獄東側門口槍聲大作 六名囚犯挾持了 典獄長以及技護科長 這個時候他們正等待 獄方提供的車子 當時獄方管理員 所開的自小客車 就停在這裡 而當時距離嫌犯 只有短短50公尺的距離 如果車子再往前開 被嫌犯給攔截下來 後果不堪設想 我要說不要車子給他 不要車子你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這樣子 他有跟我說 我要是車子不給你的話 他就把典獄長殺掉啊 典獄長交換成仁智鶴 副典獄長出面下令 派出一輛自小客車 以及一輛七人坐的休旅車 打算聽從囚犯的指示 把車開到側門口 就差一點點 這六人就會逃獄成功 開過去都會造成 一個很大的危害啦 但是很多東西就決定之間 瞬間就要決定 不然的話可能會造成 又是想像不到的後果 結局事件落幕 人質平安 六名囚犯自強 引發討論談判有缺失 發布禮拜五一整天檢討會 做出了事故調查報告 全文六千四百一十個字 針對典獄長 副典獄長以及介護科長 大力稱讚 第一時間處置得好 接續的高雄地檢署檢察長 調度有方 警方特勤相關單位 火力支援發揮作用 當時車檢站主管 王保卿反應靈敏 把廠商反鎖在廁所內 送貨司機才沒有受傷 但整起事故有八大缺失 安全檢查沒有落實 囚犯私藏剪刀居然沒有被發現 槍械彈藥室 門鎖不夠堅固 面火區居然能夠 輕易地破壞進入 監視影像設備也落後 事發後 沒有辦法完全地還原面貌 工廠主管警覺性不夠高 六名囚犯未裝生病要就醫 卻沒有察覺異狀等缺失 調查報告火速出爐 有缺失 但整份內容卻沒有相關人員 受到懲處 法務部表示最快農曆年前 就會有懲處結果 記者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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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